哈喽大家好 Welcome to my channel OK 继续来说一下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款 就是去黑头的面膜 这款面膜其实是一款按摩面膜 按摩褶里面膜里面是黑色的 然后看起来有点恐怖 涂上脸瞬间就变成了包工 但是它的清洁效果实在太好了 特别是对于去除鼻子上的黑头 效果真的是太棒了 强烈推荐大家这款面膜 下一个这个这个大家我也非常推荐你去买 因为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做菜的人 你这个真的很需要 它是一款刮刀就是硅胶的刮刀 能够真的把那个就是你的容器 上面的一些什么酱料 这些东西都能刮得非常的干净 让你觉得真的是太爽了 强迫症患症你真的是一定要搞一个 然后它的后端而且是用来开罐头 开一拉罐这种东西的 所以是非常的实用的 虽然生活中好像我也很少用到 但是我超喜欢它的那个就是硅胶的那个 就是刮刮酱的那头 继续啊在日本啊这边料妆店里面啊 比较常见的一款胶原蛋白粉啊 就是这款啊明智就maji它加了这款胶原蛋白粉 同时它还有例是替换妆 你也可以一起买 你可以加在咖啡里面啊 可以加在各种饮料里面啊 反正就是这大品牌要信得过啊 质量过硬啊 接下来说一下日本的这个丝袜 啊日本的丝袜我的一个闺蜜 她给她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就是 她说她摔倒了 那个皮都破了丝袜还没破 图片上这个蓝色的是凉感的 就是适合夏天穿的 当然还有黑色黑色的 她也是非常喜欢的一款连裤啊 这种啊都是属于基础款的 在日本这边还有各种就是上面会有花纹啊 还有会有一些装饰的水钻呢都会有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minon 他家有一个搓皂巾 他家主要是做那种就是敏感肌肤用的东西 所以他的搓皂巾也是针对敏感肌肤可以用的 非常的温和吧可以说是 然后最近在搞活动 帮他送一些小样 小样是他家的洗发水跟护发素啊 下一个是高斯加的oneoneone的这个 一个美白精华 他在也在搞活动也在送这个小样 哦不对应该是中样了 这个有点大的其实 有妹子问啊日本这边啊有没有彩妆蛋啊 美妆蛋OK这美妆蛋啊 那个有是有的 只是我个人不太不太喜欢用而已啊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修比的一个这个牌子也是做很多 做出很多优秀产品的 为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苏库家的限量 我之前有给大家拍图过这个是官网的图片颜色 可能更准一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当然了等到你现在去关注的话估计已经卖完了 苏库家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它会时不时的出来一个什么限定 但是又会超快的卖光 当然了你可以试着联系我们微店或者微信联系我们一下 说不定还能买得到 反正这次啊他家这次活动的这个腮红的套盒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入手啊 一次性可以入手六种颜色啊 太棒了 下一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款我也买的这款啊 这款是一款盆骨带外加一个怎么说呢 还有个提臀的效果 所以还是两段式的 我为什么喜欢我为什么想推荐这个两段式 因为我觉得一段式的啊 我用了之后就觉得每次坐下的时候是稍微有点不舒服的 两段式的反而还挺舒服的 这个刚穿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但等到你拖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啊突然好像放松了好多好多那种感觉 然后很怎么说呢很舒服 是很舒服也不热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啊 现在日本啊毕竟是在疫情期间啊 他现在在推出很多这种口罩相关的东西 嗯口罩可能有些朋友戴的时间久一点之后啊 这个绳子在耳朵这边摩擦会不舒服 OK现在看一下有这么一种产品啊 他在你临时啊没有没有一些就是口罩啊 或怎么样的时候啊 你可以拿一些就是厨房纸巾啊 或者说怎么样遮盖一下 用这个夹住 这个不会伤你的耳朵 长时间也没有太大问题 分两个尺寸 一个是15厘米 一个是18厘米 然后呢还有就是颜色它有好多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啊15厘米的长度是适合小孩子啊 还有适合女性的 如果是18厘米比较适合男性或者头大的人 OK这个是我在朋友圈我也推荐过的打泡杯 我老公非常的喜欢用这个来洗澡 其实它没有图片上看的这么大 只有中间一半 就是一半的这个尺寸 它可以将洗面奶啊 洁面灶啊液体洗面奶啊等等 都可以打出非常风银的泡泡 所以啊它在日本啊确实卖的很好 你看上面写的120万个 它有可能真的是卖了这么多 好了先说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